布鲁尼 布鲁尼 他的父亲是个粮食双人 布鲁尼16岁的时候 他父亲就去世了 所以他几乎是自己 完全靠自己来进去的 他父亲也不是没有钱 所以他是有钱的 有钱就去读书 读了法律 读了语言 拉丁语 希腊语都很好 搞了很多翻译 那么这样一个人 他还是很有趣的一个人 那么由于他的才学出众 而且做事情谦和 办事情有原则 他就 萨卢塔迪非常喜欢他 萨卢塔迪一喜欢他 就把他推荐给教皇 所以他就成了一个教皇的秘书 所以我们说 人文主义在刚开始的时候 甚至在整个人文这个过程中 他们并没有说要脱离教皇 所以也就是说 从1405年到1414年 布鲁尼一直在教皇的 宫廷里当秘书 布鲁尼是在44岁的时候 才又回到佛罗伦萨来的 然后呢 他就写了一部书 就是刚才所说的 非常有名的书 叫做《佛罗伦萨人民史》 因为这本书写得太好了 所以他被授予一个 佛罗伦萨公民的身份 那么在1427年 也就在布鲁尼57岁的时候 他像萨罗伦萨一样 他成为了佛罗伦萨政府 秘书庭的长官 秘书庭是要处理 很多很多佛罗伦萨公民的事情的 什么事情都管 你比如说像那个萨罗伦萨 当那个秘书官长官的时候呢 就管过很多事情 有个修女 她要还俗 她就写信给那个萨罗伦萨 她说我不想当修女了 你能不能帮我 给弄一个豁免权 让我还俗 那么萨罗伦萨就不肯 萨罗伦萨说 修女当得很好啊 还俗也什么好啊 你还要继续当你修女吧 但那个修女后来 又想了其他的办法 得到了一个豁免权 就不当修女了 因为她要自由 她要恋爱 所以可见那个 萨罗伦萨和布鲁尼 所当的那个官啊 她是一个非常杂的一个职务 什么事情都管 那么佛罗伦萨的公民呢 都认为自己有权 直接给那个政府的官员写信 那么布鲁尼呢 因此一当官以后呢 就非常忙了 57岁也不是年龄小了的吧 但是呢 她就是这么来当官 但是布鲁尼也是 很聪明的一个人 她呢 一边在当那个秘书厅的展官 一边为自己积累了 很大的财富 布鲁尼的那个钱啊 从纳税表上来说呢 她纳的税很多 她已经可以排名为 佛罗伦萨成的第72位富豪 那佛罗伦萨九万人 她是其中第72位的富豪 而且呢 她一直盛名不衰 佛罗伦萨人 甚至想乱她当执政官 但是到了1440年呢 她去世了 所以整个一个 佛罗伦萨的辉华时代 也随着布鲁尼的去世和衰落 所以我们说第二个时期呢 是从1375年到1450年 这样一个时期 那么布鲁尼呢 既懂希腊文 又懂意大利文 又懂拉丁文 她还翻译了很多很多的著作 那么她还从希腊文里面 翻译了很多古典名著 那么她和萨拉塔迪一样 建立一个 她和萨拉塔迪一起呢 建立一个佛罗伦萨的公共图书馆 所以在文化建设方面呢 那个布鲁尼也是功不可没的 那么布鲁尼的政治思想呢 很集中的反映在她 晚年写的 也就是她写的一篇文章里面 这篇文章呢 叫做弗罗伦萨颂 那么弗罗伦萨颂里面呢 就可以看出萨拉塔迪布鲁尼 他们要做些什么 布鲁尼那个人啊 一生写了很多书 主要是历史书 他的第一部著作呢 叫做布涅战争史 第一次布涅战争史 那么这部书呢 是写在18年到1822年期间 他花了四年 就写了一部历史著作 他还写了一部伟大的历史书 就是佛罗伦萨人民史 他那部书呢 是写在1416年 1416年 那么在1441年 也叫他晚年 他不是1444年死的吗 他在死前的第三年前呢 他完成了一部著作 叫做意大利反对哥特伦的战争 再次以前呢 他还写过一本书 叫做希腊事务 写希腊的 书中呢 对希腊的事情呢 进行了评述 此外 他在1440年呢 还写了一部书 叫做对我活着的时候 周围的事情的评述 那么他写这种书的时候呢 已经是七十岁了 是个老人了 那个时候呢 他还为比特拉克 还为弹丁 比特拉克 希腊罗 写过传记 这还不包括他的翻译 一个人啊 到七十岁还在写书 可见他是非常勤奋的 非常高层的一个作家 布鲁尼的代表性文章呢 叫做弗洛伦沙颂 这篇弗洛伦沙颂呢 翻成中文呢 大概有三万字 这写得很重要 那么他是分四个部分 第一部分呢 写人情风貌 第二部分呢 写历史传统 第三部分呢 论美德 第四部分呢 写制度 那么 我们就一部分来谈吧 从那个弗洛伦沙颂呢 名字里面呢 我们就可以知道 这篇文章呢 主要是歌颂弗洛伦沙的 他呢 是给外国人看的 也用来鼓励 弗洛伦沙人的士气 有很多旅行者 很多外邦人 他们来了以后呢 首先就给他一本小册子 谁写的 布鲁尼写的 一看就知道 我们是弗洛伦沙人 是怎么样子的 所以他要开始呢 要介绍 风土人情 在第一部分呢 他这么说啊 布鲁尼说到 说我们弗洛伦沙 是天下最好的城市 弗洛伦沙 每个人都很伟大 他们又优雅 又谦虚 又谨慎 又和谐 所以可以看到呢 我们弗洛伦沙人 发现出一种 很伟大的智慧 就是既不虚战声势 也不追求华尔不识 我们比较中庸 因为虚战声势 华尔不识呢 只能给城市带来危险 实际上是百无一用 他说啊 弗洛伦沙人 是通过自我创造 显示出温和的 稳健的 恰入其分的姿态 其实也不是弗洛伦沙 他是自己 他是一个很稳健的人 布鲁尼呢 就强调弗洛伦沙的城墙 建筑也是这样 既不夸张 也不忽虑 城墙如果造得太大 就会让城市 在大的城墙面前 写得很渺小 如果城市 城墙建的太不起眼 又会被人认为是草率之作 从而反映出呢 布鲁尼有一种中庸思想 就是过有不及 他非常重视城市里的整洁 他对城市的整洁 有一大方描写 他说我们城市最好了 又干净 里里外外都干净 不像有的别的城市 表面上是干净的 走到后面去 很脏很乱 他说我们的城市空气好 我们的城市靠着海 但是又不是紧接着海 既有一个港口 但是呢 又可以避免危险 他说我们城市 没有恶力的味道 你在街上走好了 不会踩到污浊的垃圾 弗洛伦萨在整洁方面 遥遥领先 是弗洛伦萨能 把自己的城市建设 成为一座美丽的城市 这种美丽呢 不仅美丽 有美丽的古代的建筑 还有美丽的现代的建筑 他说世界上再没有一个地方 街道有弗洛伦萨这么好了 再也没有一栋房子 造的比弗洛伦萨的房子 再好看了 他说弗洛伦萨的美丽呢 是靠四处平衡来实现的 就什么都不过分 既没有特别过分的夸张 也没有漠不关心 别的城市呢 都喜欢做表面文章 有的给人看到的地方造的非常好 就拐到后面去看 就很脏 他说弗洛伦萨不是这样的 你不能从里面看还是外面看 从左边看还是右边看 从前面看还是后边看 都是很美丽的 很均匀 横的 他在赞美弗洛伦萨美丽的时候呢 他也不忘记赞美一下 这是一座英雄的城市 他说我们弗洛伦萨的城啊 从来能够是一座英雄的城市 战胜过任何的敌人 弗洛伦萨人 不要看他们平时是个千金君子 但真的打起仗来啊 个个都是勇士 他说我们弗洛伦萨最老实了 都是农民的朴实 就像农民一样 进行土地的开坑 赞美庄稼的丰盛 从地理环境来说也是好的 他不靠海 但离海很近 靠海很危险 容易遭到外来的入侵 而弗洛伦萨正好保持一定距离 这就造成了一种优势 既能防范 外地从海上来的侵略 又能够便利地进行国际贸易 所以他这种称松呢 按照我们现在的看法呢 他是把城市尼人化了 他把城市当作一个人来描述 通过描述城市的美貌的街道风景 他实际上是赞赏弗洛伦萨人的品格 和他们的美德 他的文章的第二部分呢 是专门来论述弗洛伦萨的传统 那弗洛伦萨有什么传统呢 那首先要为他也进行一个历史的定位 弗洛伦萨的历史 应该追溯到罗马的共和时代 罗马人是最伟大的 而我们就是伟大的罗马人的后代 那么在布鲁尼之前呢 弗洛伦萨人追溯历史呢 是追溯到凯撒那个时候 凯撒那个时候 就是帝国开始的时候 那么布鲁尼认为 我们不应该追溯到凯撒 我们应该追溯到 比凯撒以前的共和的时代里面去 因为凯撒废除了共和制度 凯撒是共和制的敌人 他说呢 我们必须把历史追溯到 罗马的共和时代 我们才能感到罗马的光荣 共和时代罗马是最强大的 那个时候天下没有一处 不归附于罗马 事实上那是罗马 及天下所有的美 所有的伟大 因为呢 弗洛伦萨的人的父别身上呢 就留着光荣的高贵的 美丽的伟大的辉煌的 罗马人的血 那么这种美德呢 因为弗洛伦萨的后代呢 所继承发扬 更为重要的是 弗洛伦萨人不仅是 罗马人的后代 也是罗马共和制度的继承者 那么他就一直追溯到 罗马的共和国的开国 因为罗马这个国家呢 他开国君主呢 是个叫罗默罗斯的人 共和制从他开始的 那么共和制度里面有 自由光荣尊严 这些好的东西 都被弗洛伦萨人 弃承下来了 布洛伦提出一个 很具体的历史观 就是说 弗洛伦萨是建立在 古代的罗马共和制度上的 而不是建立在 专制的凯撒的地质上的 因此呢 弗洛伦萨对凯撒有很多批评 他说凯撒这个人啊 犯下了很多罪行 是个恶劣的人 他又提出 凯撒有很多养子 他们都很凶残 他们奈杀 无辜的公民 他们对元老院 背信起义 那么从布鲁尼这些文字中呢 我们能够看出几层意思 第一层意思就是说 弗洛伦萨人 是伟大的 罗马人的美德的继承者 第二层意思 说弗洛伦萨人 是罗马共和制度的继承者 第三层意思 反对凯撒 因为凯撒是暴君 反对凯撒 就是反对暴君 就是崇尚自由 就是宣扬共和 所以呢 他那种思想呢 和弹丁和比特拉克的 道德政治论呢 都有所不同 第三部分呢 就谈美德 我们知道美德 也是道德政治论 很重要的一个部分 但是布鲁尼也谈美德 但是他把美德呢 主要是看成是什么 是公共的美德 而不是私人的平等 在他的文章的第三部分呢 他就说 弗洛伦萨人 怎样才能继承传统呢 那就是他们身上 具有些美德 就是勇敢 民主 正义和自由 你看这个美德 和丹丁所说的那个美德 应该说不一样 大定是 忍耐 奸人 忠庸 布鲁尼谈的是 勇敢 民主 正义和自由 这完全是个近代概念 所以弗洛伦萨人 在布鲁尼的笔下 就从来没有停止过 让自己成为 意大利所有城邦中 最强的一个城邦 为这样一个目标 没有停止过 为这个目标进行斗争 为赢得自己的领土 和荣誉 弗洛伦萨人 不是靠欺骗 不是靠实行阴谋诡计 不是犯罪 不是靠恶的事情 而是靠智慧 面对各种危险 弗洛伦萨人 就显示出他们美德了 他们坚强 他们忠诚 他们有信念 他们正直 坚定 而且还有很重要的一条 就是他们能够为弱者 主张权力 保卫弱者 弗洛伦萨人 是很仁慈的 所以 他就接受别的地方 逃过来的流亡者 被别的城邦流放的人 弗洛伦萨 就接纳他们 因为弗洛伦萨 可以让人有双重国籍 一个外来者 他可以既是弗洛伦萨的公民 又可以保留 保留他的公民 原来的国籍 这就是开放 也就是双重国籍 制度上保证了弗洛伦萨的开放 开放是很重要的 他说开放是和自由连在一起的 当开放和自由连在一起的时候 天下的人才 都渐渐地跑到弗洛伦萨来了 这也是他自己的经历 他本来是外邦人 他跑到弗洛伦萨来了 弗洛伦萨不仅给了他公民的权 而且还选他为秘书庭的长官 甚至还要他当自政官 所以他就认为 弗洛伦萨对外国人特别友好 让他们都成为公民 弗洛伦萨还有 那个乐善好事的习惯 尽管弗洛伦萨也不是很富裕 但是他却总是支持正义的事业 支持援助正义的人 这就说明弗洛伦萨的人 平得高尚 弗洛伦萨总是用自己的钱 去帮助别人 而当别人有困难的时候 他就愿意和他同进同出 共赴国难 这就是为了崇尚自由 也就是弗洛伦萨人特别仁慈的表现 弗洛伦萨人高贵的品德还包括信守若言 凡是什么事情说了 他就会去做 弗洛伦萨的人更多的时候 是为别的城邦去打仗的 只要有正义事业 弗洛伦萨都会去保卫 哪怕付出重大的代价 正因为此弗洛伦萨在整个意大利 都被认为是一个最抗慨的城邦国家 彰显出他的伟大 那么第四部分 第四部分他谈什么呢 他谈弗洛伦萨制度上的优越 布鲁尼说 那个弗洛伦萨在制度上 有很多优点 司法制度非常公正 他说没有公正的司法制度 社会就不可能取得和谐 人们就不可能宁为一个整体 他说有一家竖琴 里面有不同的声音 有不同的弦 如果把它排列在一起 琴才能发出声音 才会发出和谐之音 他说弗洛伦萨也一样 公民政治制度的优点 就是在于公正 布鲁尼觉得不公正的城市 是不配叫做城邦的 而弗洛伦萨在体制上 另一个特点 就是体现出它的民主特色 什么叫民主特色呢 它是选择最优秀的人 来管理国家的 九个执政官 九个执政官来自于社会贤达 而且这九个人的任期 不是一年 只有两个月 其中最重要的一个 就是正义其手 明治就保证它是要公正的 另外还设立一个 顾问委员会 顾问委员会呢 也是九个人 他们呢 为那个执政官当顾问 还有个骑手团 骑手呢 正义骑手 但是还有个骑手团 它是专门维持人们自由的 还设立一些长设的机构 你比方说九人委员会 十二人委员会 骑手团 它都是分每个区选举出来的 任期为四个月 所以我们看了 这三大机构呢 并不是决定所有的事情 凡是碰到最重大的事情来了 还必须提交给人民大会 人民大会和公社大会 那么可见呢 在那个福罗伦沙呢 是那个社会基础是很广泛的 是有一定民主的 那么这样一种说法呢 我们就可以看出 到了那个萨鲁塔迪 布鲁尼的时代呢 文艺复兴呢 已经到了 以建立共和政治 为自己政治目标的阶段了 这就是发展期的政治 那么我们来概括一下它的特点 也就是说我们从萨鲁塔迪和布鲁尼开始呢 文艺复兴就不再是一个个人的文化的运动 它已经发展成为目标清晰的 以建立自由城邦为宗旨的运动 之所以出现这样的城市呢 与萨鲁塔迪 布鲁尼等人 相继在佛罗伦沙 当重要的官员 这是有密切联系的 那么我们看看 自由城邦论的一些基本的要点是什么 第一 就是萨鲁塔迪布鲁尼等人呢 都要致力于社会改革 他们把参与公共的生活 达论社会公职 弘扬 共和制度 以及研究文化 培养人的爱国心 都当作文艺复兴运动的最为重要的使命 也就是说文艺复兴的目标 本来只是一个什么目标 研究古典文献 现在变了什么 一切对保卫国家 有利国家的事情 都是文艺复兴运动的宗旨 所以文艺复兴的运动的宗旨呢 就变宽泛了 那么这是一个变化 那么也就是说布鲁尼啊 那些人啊 他们呢 就把早期的知识精英 非常孤立的 没有社会基础的 那种个人奋斗 转变成为 个人如何与社会结合 个人如何为社会做出贡献 这样一个群众性的运动 所以早期的彼得拉克 他之所以写那么悲哀的信 就正为他很孤立 但到了布鲁尼的时代 个人已经融合到 集体中去了 那么还有一点呢 就是 但丁的信仰的是 与和人和神的相结合 那么到了布鲁尼那里 就变成人怎样 和社会相结合 同样 个人的美德 也被公共的美德所取代 公共的美德 就是人如何为 自由城邦进行服务 那就是有权的人 应该向城邦提供钱 有学问的人 应该向城邦提供自己的智慧 有美德的人 应该向城邦提供美德 有政治能力的人 应该为 出来做官 应该为城邦进行服务 当共和国的公普 那么布鲁尼这很重要的一点呢 他就是把罪分为公罪和失罪 两宗罪 我们还记得 比特拉克把那个美德 把爱分成公爱和失爱 两宗爱 那么布鲁尼呢 把人犯的罪 也分成失罪和公罪 所谓的失罪 就是个人犯罪 个人犯罪 做错的事情呢 是出于自己的动机 这叫失罪 公罪是公共犯罪 为什么会犯罪呢 出于一个城邦 整体的意志 即使出于一个城邦 整体的意志 人也会犯罪 他指出犯罪分为公罪和失罪两种 公共的和个人的 这两者之间呢 区别是很大的 个人犯罪 源于一个人做错了事 源于他自己的个人动机 而公共犯罪 则是因为整个城市的意志 那么公共犯罪呢 不仅仅是听从这个人 或那个人的想法的问题 而是城市的法律和传统 将什么分为最重要的问题